立法院的新會期在今天開議 那麼這個會期有哪些法案 可能會受到關注呢 國民黨也列出他們的優先法案 包括要修財化法 好 這個立委賴事寶就說呢 中央要拿掉極權又極錢 不能夠資源都抓在手上 讓地方變得好像跟乞丐一樣 另外一個受關注的是 要修衛星廣播電視法 國民黨說呢 他們要為不當被關台下架的新聞媒體 來爭取權益 另外違反黨政軍條款的處罰 對象也要從廣電視野改成 被處罰的其實是投資人 另外還有包括吹哨者保護法 還有核電研議等等 都被國民黨列為是他們的優先法案 那麼另外呢 從上個會期就爭議不斷的 四大人數的審查案 也是朝野的這個關注的焦點 包括要審NCC審考試院 還有大法官的人事案 那麼在今天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包括還有 因為這個會期要把關的是 中央總預算 在黨為了要抗議電價的暴漲 還有呢民黨政府編了十五億 要來做大內宣的預算 因此為了抗議藍白 今天聯手表決 直接就把這個中央總預算 還有前瞻特別預算 退回了程序委員會 算是給民黨政府一個下馬威 好了今天呢 這個立法院長 這個韓國瑜就說呢 希望立委們在國會監督政府 用愛當出發點 質詢的時候更包容 人民的感受會不一樣 監督的力量也會更大 好了這個卓中泰呢也喊話說呢 立委啊這個監督政府是天經地義 但是如果本於祥和專業 和尊重的態度 兩院互動會非常的健全 韓國瑜私下的互動也很溫暖 希望國會不要變成朝野的戰場啊 好了但我們回顧立法院的上個會期 因為國會改革案衝突不斷 不只綠營的立委暴摔藍營的女立委 而且呢甚至還召喚了青鳥啊 說這個包圍立法院 甚至是恐嚇在於黨的立委說 哎 青鳥在立法院外面 你們出入小心一點呢 就算國會改革法案進到了 複議的階段 還有人放話說青鳥可是會飛出來囉 那今天格魁呼籲在於黨說監督政府 基於專業尊重 好像這樣說是沒有錯啦 但問題是到底過去是誰造成 兩院之間的衝突呢 立文怎麼看 所以現在青鳥是怎麼樣 黑幫小弟來為事是不是 這個民進黨怎麼 現在就是也不演了 就十足的幫派的架勢 那因為現在柯文哲這個司法案件纏身 每天都在動員小草的支持 那未來立法院開議攻防之後 是不是青鳥跟小草 就在街頭上幹起來了呢 這個臺灣不就天下大亂了嗎 所以賴清德好沒有辦法穩定政局 反而是一心一意讓政局陷入對立跟動亂 那一開議當然你可以看到 這個總預算裡頭就有非常高額的宣傳公關費用 那其實這個東西你是一個政府機構嘛 就不應該拿來歌功頌德 不應該大肆的去編這種公關費用 更何況民進黨劣跡斑斑 1450豢養小鬼網軍 甚至於公然的我們在立法院上一屆的時候 蘇貞昌的行政院就公然的豢養網軍 然後直接到立法院直接現場指揮這個懶人包 簡直就是猖狂無比啊 民進黨沒有網軍就不會治國了 民進黨沒有網軍沒有青鳥就沒有辦法當執政黨了嗎 所以今天這個開議的第一天了 真的是給民進黨一個下碼 因為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那長期以來對於民進黨一直不斷的高邊 所謂的這種公關宣傳的經費 本來就非常的有問題 所以在今天就在程序委員會的時候 把總預算案給退回去了 那過去呢因為我們人數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在程序上面退回什麼東西 所以就只能透過譬如說霸占主席台 不讓行政院長上台報告 那現在在國會裡頭是多數 當然可以用這樣一個方法 要求民進黨就範 那你就是要來進行朝野協商 否則你的中央總預算 就沒有辦法送來立法院審 你必須要妥協 你必須要讓步 那就看到時候朝野協商 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能夠允許中央總預算 順利的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當然在審預算的過程當中 其實在野黨也不至於 像美國所發生的 哇這個整個預算被攔下來 然後呢美國的公務員 甚至於領不到薪水還關門 長期以來在台灣 就算朝野對立的再怎麼嚴重 都不曾發生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在這個監督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在野黨尤其是藍營 一向都是過於克制的 那現在呢是嘲笑也大 所以呢在這個時刻 當然是要選擇性的 就是說你這個議題是非對錯 要看得非常清楚 攸關民生的 攸關國際民生的 自然我相信在野黨 不會隨便擋預算 但是對於那個 真的是擺明了浪費的 養榮元的養網軍的 甚至於用來養民進黨的 像這種的 然後禍亂國家的 就可以不客氣的大砍 畢竟現在握在 整個國會多數的手裡 整個國會 我們現在的這個國會議員 在立法院的通過的 這種聽證權 這些相關的權力 現在還在大法官的手裡在審 在這些之前 長年以來 我們的立法院 一個就是質詢 一個就是審預算 法案跟預算 所以預算 是所有的國會議員裡頭 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最有力的 來監督政府的 這把武器 那這個會議 是第一個預算會議 這一黨必定 是要好好的把握 譬如說NCC 這種都可以大砍 你看NCC 不把錢當錢 成千上萬 上千萬的訴訟費 然後每案必敗 每案必輸 還有臉繼續的 這樣子浪費公堂 下去嗎 很多的部會 不一而足 我覺得應該把他寫清 講就是選擇清楚 哪些部會要大砍 攸關民生的 不會受到影響 讓民進黨真正感覺到痛